字幕- 大家好 請回到節目時間 大家好 我看到今天的恆子其實都會很好 因為開得夠低 開得夠低之後 不需要擔心出現阴竹還是什麼 暫時是阳竹 就是回收集 已經可以叫它做一枝羊竹 現時站在31,071點跌幅只有80點 其實看上證跌幅都收窄了 跌9點3183點 跌幅收窄了 成家壓榜的綠色都開始出來了 沒錯,剛才恆生指數曾經一度 到跌200點 最低見過30818 應該說不止200點 340點 交昨天31,152 跌340點 一直收窄 現在隨時下午可能會到升 留意一下 一直在低位反上來 今天繼續都還是 應該說不是低位反上來 一直在升的就是藥股 以及教育股份 藍籌或者二十大成監額榜上 你看到 都仍然是 有升有跌的 約股今天有隻 厲害 真是 石藥、生物製藥兩隻上到榜大都未跌 但是金絲稅上到第20位 是大成交之下升4.8個百分點 不如說說金絲稅 昨天都有朋友問到金絲稅是否勝穿3月這個頂 之後可以再追回進來呢 畢竟這隻 CRT 都是一直為之吸引 沒錯 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橫行 我都跟大家說 給少少耐性 雖然不知道他何時何年何月才可以把握 但是情況就是 反正若股整個板塊好袖 而他沒有幫你輸錢 他最多只是橫行而已 所以 好了 現在終於 起到一個浪出來 事實上 已經不是今天的事了 過去三天都是出陽足 留意一下 較早之前 就在 3月12號的時候 有個29.5毫半位置 29.5毫半位置的話 現在已經站穩了 換言之 向上網 就是較早之前 32.3毫半 32.3毫半 這個位置就是接下來下一個目標 其實 不夠兩元的幅度 那就到時破頂了 其實都挺喜歡他的RSI和MACD MACD剛剛算開不太久 RSI方面 現在已經上到Igon70 其實已經跑得好過三月頭 這個位置 沒錯 真的存氣 存了很久 如果由三月中到五月中 一路 頭尾計算 都近兩個月 一路在那些 $26、$27的位置 徘徊 沒有穿過 好了 終於起動了 今天呢 半日成交 已經有 昨天 都近七成左右 我相信今天還可以 有沒有覺得再跑就要看看大市 但是呢 站在高位收 甚至乎後市繼續延續升上去 市32.8 至2.5的位置 應該機會是很大 有兩位朋友都問到想加貨 或者未有貨的 是不是現價點都能拿得了 都說企運了 沒錯啊 今天企運29.5毫 今天就已經可買可家 釋除磚便了 今天照正路 穿29.5的機會 其實應該就微了 因為都 我意思是 從回頭跌穿的機會微 所以搜到的機會 其實可以偷步 是啊 因為向上網就3235之後 就沒有頂了 除了這一隻 升得叫做多 亦都是成交的磅之外 亦都要說一隻升得更加多 460 是啊 這隻就 真是非常落後的若股 但是今天股價跌到落後 差不多相比一成 其實若股 真是現在好像發癲的一樣 每一隻都瘋了 不管有沒有基本因素 這隻已經被我們 機笑了 都 整個 過幾兩個月 就自從穿底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經常都說 他都不知道做哪一飯 為什麼人家每個破頂 他可以破底 橫行都已經算 一五四八 都已經很多人都忍不住要走人 他還要破底 好了 今天終於都威翻一次了 暫時成交很大 一億四千三百萬成交 升百分之九點多 還要是剛剛我們開節目 沒來的那一刻 再突然間爆多一點點上去 節目前應該是兩個零四五左右 現在兩個一毫七 所以就有機追落後 當然 大家玩 若股 即是若細股追落後 或是強勢股破頂 我的選擇一直都是強勢股破頂 但是若細股追落後 都可以給你兩個三毫六指 兩個三毫六指 就是那支大陰竹的底部 有儘管 看看有沒有機會這樣可以衝到上去 沒有貨的話 不是推薦 但是有貨的話 終於都讓你等到 儘管讓他彈一下 終於等到 亦都彈上來 就是2005石四 兩天之後取證 今天升百分之六點二百個五毫半 終於破了前頂 見到一位朋友仔 就想問 今天幾錢會入得呢 其實也是 買同家識除尊便 早前八個四 八個四的位置 站穩的話 喜歡買喜歡追什麼都可以 我們講這些的話 強勢破頂 我不如又講一下 1558 東陽光藥 這些都是我們不是平時講的藥股 今天終於來講大反思 其實都是 因為這支早前是否是禽流感 還是什麼夾流月流 那時 流感 流感那時 就說他有一隻藥股 現在這隻就不是強勢破頂 但又是橫行起動 成交配合的 今天現在暫時半日市都有 上個加月日都八九成 六千萬左右 成交 都是明顯移動的 我覺得呢 上方可以再看多一點點 那就看到 起碼 44.5 附近 再看多3元 就像你這樣說的話 每次流感高峰 就來看他兩眼了 是啊 我自己這樣看應該都可以 現在沒有特別什麼流感的消息 但是 真是 你想一下 四環都彈了 那麼他都應該彈的 今天事實上呢 藥股呢 真是 像剛才我所說的 真是發電了 隻隻 隻狗流都要升上來 當然啦 今天都還有些藥的 譬如石藥要跌 中國生物製藥要跌 綠葉要平手 白雲山 就要跌3% 但不要忘記 昨天白雲山升超過一成 你就算扣3% 都起碼有七八個百分點 都已經跑贏了 不如說1177 因為我youtube也有朋友問到 這幾天就升了 又見到1177 問你會不會是炒業績 業績之後會不會就迅速回落呢 炒業績 業績真是不會看的 只是知道 今早跟大家說過 那個因素就是 6月4號前 有二送一除淨的因素 不排除有些友仔進去 貪都未定 你怎樣看呢 1177 1177 就是5月18號出季 即是過兩天 不過正如你所說 今早你用騰訊的分析就是 其實你一份好的業績當中 如果有一條數一出錯的話 又是會被人插去下來 我猜這樣 根本你的業績做得好也好差也好 其實你真的猜不到 所以只可以告訴大家 股份是好東西來的 但你硬是要去倒業績前後 究竟是升還是跌呢 就沒有人告訴你了 作為中長線的話 照測就可以了 繼續留意著若股的發展 若股仍然是很強勢 好 再轉一個板塊 另一個強勢板塊 那肯定就是教育 是的 教育股方面 今天其實也沒有什麼瘋狂 真是瘋狂了 不動了 是的 這個6068 今早說的時候 我還說 和大學目標還差兩元 是的 那時候應該是六個半左右 沒錯 現在是六個七號九了 所以應該是百分之四點七 是的 走勢非常之強 連續三連揚之下 破了歷史新刀 有貨繼續拿著 沒有貨其實昨天都已經站穩 六個二號二樓上 可買可家 現在再問的呢 走的了 又不至於走 但你自己看著 水位又少了三毫一指 不過呢 嘩 其實你就算不追這隻 大把東西你追 一三一七 風業教育正在升 百分之三點六 十三個零二 都是破了頂 還有其他 六一六九 與華教育 又是升百分之五 又是破了頂 很厲害 如果KY說到 2001 有情已結 他就七元走了 現在可不可以立即入貨呢 都是破頂 那就可以 都要入貨了 今天站穩早前的高位 留意 早前十字升之後 那天就開出七元 十字升那天 是的 七元 今天站穩七元 都是要入貨 這些就是破頂的股份 有些不破頂的 就跟大家看看 都是一些大陸的 那 民生 正在升六 他追落後之選 成交好爆 厲害啊 現在呢 起碼都挑戰風 1.7號7 就是較早之前 1月 2月份的情況 那特別再加多一個點給大家 就是因為這隻股份 其實就是 最近 有隻叫做 1752的澳洲成風高教 半身股 今天都仍是升12個百分點 好強啊 日日讓足 半身股破頂沒有頂 那為什麼會拉到這隻呢 就是因為 這隻澳洲成風教育 其中一家的 叫做基礎投資者 找來民生教育 1569 所以呢 不是沒有憑止貴 他只是持有百分之十左右 但是呢 這個投資 應該都幫他賺大錢 中板塊之餘 再中他的持股方面 都表現兩例 有位朋友說 其實現在就什麼教育股都沒有在手 可不可以再追入這個2779 2779呢 又是了 半身股破頂 沒有頂 那麼現在呢 連續第幾竹 又是成交好夠了 升9.7 百分點連續兩日都是了 那麼 是不是追這隻呢 我覺得就 這隻就是 歷史短一點 那勝在就是 破頂沒有頂 那如果你追這隻 玩法都是那一句 一路洋燭一路不走 直到陰燭為止 那麼 暫時來看 如果你現駕追的話 當然啦 不會出陰 今天都是大洋燭 後試你自己看緊一點點 會不會衝高回落的時候 到時再做部署 好了 這一節又說了兩個很強勁的版塊 宣傳一下電話線 31083399 大家在廣告時候打電話來 我們現在就去廣告了 回來節目時間 但恒指 虧一點點就可以上升了 現在只不過跌35點 31116 成交金額其實又不算特別多 525億而已 成交壓榜當中 一直掃到金絲稅 升了5% 非常飆青 是啊 走勢上 今天真的 若股和教育股 沒得彈 不知道究竟會爆到什麼時候 市市已經開始 兩天已經立了很多 今天雖然 很好 下一期 賺了31,000之餘 還可以嘗試 站了31,000 但那些股股 兩個板塊狂爆 龍頭龍尾全部爆 我也是建議 大家人瘋的時候 你不要太過懶省 走去清醒 又說什麼升得太高 寧願在高位又回調 才再分階段 即管有得它 先瘋一下 先聽電話 先聽電話 電話旁邊 看看是鄧小姐 鄧小姐 鄧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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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2331 昨天見她的價格 回一回 今天又好像企運 可否移入 未有房子 未有 為何會想這隻 因為 其實 之前她也賺了幾次錢 但是她就 她在九元樓上 就橫行了一陣子 昨天就跌了下來 看看會否是可以 現在低低地買回來 好啊 這樣說吧 內需的板塊 衣服鞋裡 長遠來說OK 但你說如果今天 要急著買 我只可以說她都幾次 在最近你 譬如是大桌 就以四月 三月份的頂位 在八個半 其實幾近 在八個半的位置 做支持 這些位置 可以再回一回 我是想不到 她現在立刻要短炒 點什麼 運動股份 可能如果吃內需概念 中場都還可以 世界杯就照計 不關李寧 短股 除了中國隊 都未必會用李寧 可能用安達 其餘外國隊 她更加不會穿李寧 即是說 只能中場 就不要預計她立刻 爆升給你 她八個半次是站到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不是必須的 我想說 譬如今天 今天我想 見到有些成交比較移動一點 不過不是說 叫你一定要走去買 但是呢 1361 這隻361 大家都是賣球鞋 情況似乎走勢就好一點 大家都見到 做個雙底 現在升上來 今天陽足成交多了一點 雖然比不起大股 現在說其實都是七百萬坐近 但是似乎這隻有機會 兜底 如果兩隻比較 我可能覺得1361 還可能會跑多兩天 就是作為短炒 但是中場線 我會贊成李寧 因為1361 你看都知道是弱勢股 弱勢反彈 沒看過這隻 我覺得不是急 明白 剛才我們說的 興高采烈的教育 哎呀我走了 教育和藥呢 藥其實 昨天有2186的 還可以賺錢的 還沒走的 想問多1177還是1093 今天回了一點點 有沒有說是甚麼位置可以再入 沒有貨的 1177就 你覺得呢 兩隻 1093 1093 好像在那些破位那裏走回慢一點 要橫行 昨天是升得很厲害 嗯 反而1177 因為這段路真的跑贏了 是1093的 如果他再回回到18.7 這些位其實也有可能 我也是 我可能推薦1093 因為1177 是全程 真的扯到行為止 一直去升 我只可以說 他很可能會休息 但1093 不要忘記 在入籃籌之後 其實他已經休息了 而昨天是一棍爆了 所以如果他要上的話 我覺得空間 在短線有機會更大 還有1177 剛才YouTube有位朋友 提到的因素就是業績公佈 這樣就多一個不明來因素 是啊 1093就來遠點 5月25日才會公佈的 第一軌道業績 都不是遠得很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著 1177就很快鐵曉 是的 18號 1093就穩陣一點 兩樣來看 如果走三 不要說到5月25日等業績 就這三四天來看 可能1093都應該會跑快 快過1177 OK 好 就這樣說 謝謝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當然 如果跑強勢破頂股份 你中場才走 是的 如果 投機 總是覺得 一定要以小博大 就看看剛才那些 我覺得460 成交配合 戴陽燭 好 雖然真的不知道 它的基本因素想怎樣 但情況就是 如果要一兩日有表現出來 我懷疑460更厲害 但不是推薦 純粹要給大家看 我再聽電話之前 再回答一個YouTube問題 今天Max問到178莎莎 她說莎莎現在正在橫行 是不是要等下10天線 會不會穿才吃糊呢 你解答 這個你看看 因為一直都是碰10天線有膽 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我見到他10天線真的站得穩 這些再加住都沒有貨 他已經試過幾次都是這樣 即是打直打滑 再打直打滑 再打直再打滑 那勝在 他升得比較溫和 因為 不止休息 休息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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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我買了他 有什麼好介紹 買了垃圾 好啊 買了什麼呢 說來聽聽 好濕 好 好壞的 不說什麼 什麼壞的 那怎樣 想買什麼 我 我 教育和藥股 是 就是這些強勢的東西 你現在一隻都沒有 有 有 有1177 有 瑞健 但是我還想 我昨天追了瑞健 追上什麼 瑞健啊 我今天還想看有什麼好買 可不可以好介紹 我請教你 其實 你問我的話 當然 除非你真是很特別鍾情其他股份 否則 加就行了 嗯 就是不用安住那麼多隻 是啊 一來又一個人只有兩隻眼 二來 你猜現在跑馬仔嗎 自己和自己鬥快 因為瑞健其實都是 可以這樣說 昨天才正式破頂 所以 可以擺賣在瑞健 若猜你有1177和什麼 石藥 嗯 那又是已經兩隻了 也夠了 6068 即是你想兩隻藥兩隻教育 這樣嗎 夠便宜 我不是 我不是 我看他有什麼好賣 我有些錢 其實都差 都是這些 現在真的推來推去都這兩個 他不是嫌那些藥比較慢 那兩隻 所以見其他藥這麼亢奮 但是我又 不知道 1548 蘇小姐你是平時經常看著的嗎 這些股票 當然看著 當然看著嗎 當然 1548 真是有機會再衝多一點 小姐真是破頂的 如果快 他應該會快過 1177和1093 是啊 你想想吧 那應該是加藥股 還是加教育股 什麼話 應該加藥股 還是加教育股 我覺得 但是你兩隻還兩隻 一隻還一隻 情況就是 豬馬現在平不平均呢 我藥股有四成 是教育股得一成左右 當然是加教育股 加上6068也行 都不用看這麼多隻 好好好 6068 我昨天六個半買了 買了 好 今天再加 又是他了 不用這麼多隻 你貼近一下 我覺得 尤其是看下午有沒有休息 但休息也不會很多 可能6.7元附近 因為市今天還是有點黏 雖然跌幅稍微有收窄 但是 我認為可以留意 6.7元 看看省得一個先 一個先 那想不想看多一兩日加 就是今天加 就是要看會不會碰到6.7元 省得一個先 好啊 就這樣說 好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看來大家真是 只要專注我們兩個 事實上也對 你想想 昨天如果你說逆市 你又說撞彩 今天也是逆市 兩天如果你買著這些股 真的可以這樣說 你完全感覺不到恆子在做什麼 你以為是大升市 所以我只可以說是這樣的 強者行強 其實除了這兩個板塊之外 留意到今天悲酒股 其實都是有升幅在這裡 現在說168 168清島碑 升了2.6元 49.2元 之前一大軍 破了三個頂之後 還行 然後今天再升上來 成交夠的 但是你認為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破頂 然後可以繼續炒上去呢 我覺得不用太把所有資金放進去 約股和交融 當然 因為現在大家好像全民瘋狂 已經只要專注這兩個板塊 真的會不會撞山呢 這樣煲法 升市又升 跌市又升 其實真的很快撞山 就是有點擔心 但是情況就是 再加一個點子 又是世界杯在職 我聽昨天三飛都說 還有不夠一個月炸 6月14日 就已經踢第一場了 32強 所以大家要看看啤酒 是不是有機會在這裡 再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鍾小姐 鍾小姐 鍾小姐 你好 嗨 你好 新華的師傅 夏姐 你好 說吧 可以了 可以了 你拿多少隻藥股 我拿三隻 三隻 哪三隻 全藥 全藥 874 874 1548 1548 是 還有 還有 2186 62 2186 是啦 那我怎樣 賤 有什麼貴幹 大家新來 超迷你選炒目標價 嘩 真的不懂股 就是破頂 你說這些全部都破了 1548有個目標價 因為早前32.35 那2186 你就當著10元 哦 874 874 說真的 我的目標價都調高又調高 之前說33 跟著說37 其實什麼都見過了 我只可以說 就今天而言 874有多少養衰 另外兩隻都還在升 或者六頁 叫做平手 正在休息 但是白鑊山有些 有些減弱 加上昨天大升的情況之下 RSI 其實也是的 因為突然間急升一天 RSI一定追不上 因為RSI是14日平均 所以如果看14日RSI 所以情況就是 但是這樣說 我又不覺得超短線 代表要捨得走 如果你問我 我三隻都保持 而特別去唐商下 究竟白鑊山 會不會再有機會回多一點 日線圖有段時間 都不會跌穿10天線 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 快點走得快 34.5 都是34.5 但其實不是什麼重要 應該這樣說 34.5 一半是早前這些位置 你當昨天突破失敗 但是說真的 我就覺得可以再持久一點 因為你見到在業績之後 股價收復得很快 就是之前低估 嗯 所以白鑊山還可以提多一點 還是要即時走路呢 不是呀 失了業績了已經 是啊 我三十二元炒到上來 我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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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剛才已經想走路了 我建議拿著 OK 是啊 答應你 只要多一天 哈哈哈哈 是啊 拿著 這三隻都是 即是若股本身就強 這三隻就更加強 好啦 就這樣啦 我們再聽其他電話 是啊 就這樣啦 好啊 多謝 再見 再見 好啦 終於你的電話 是啊 今天特別多電話 不知道是否全部都是民家 我猜 還有二兩股 是啊 未必聽得完 等下這一個 好啦 最後一個 這個時候再看一看Youtube 因為正在打電話 好啊 Youtube方面呢 嘩 還有很多問題 那麼快快 還有1970能否保持 沒有一樣就保持 雖然就比起其他股份來看 就很明顯信息的 對 很信息 都是那句 就是組合 組合很重要 就是 喂 你想想 如果 整天都all in all out 這頭入了那一隻 然後那頭出了那一隻 你想想 就不會有今天的銳建 和金絲瑞星 都比你這麼英俊 銳建你想想 你悶了多久 兩個月有沒有 金絲瑞 你想想你悶了多久 如果你不是堅持好 孤友好報 一直保持住的話 都不會有今天 所以保持住它 1970都真是好東西 那我聽完你的電話 黃小姐 黃小姐 你好 你好啊 問什麼 聽到你今早說了很多教育股 其實我一隻都沒有 那想怎樣 還買些什麼 那我應該要求哪隻 是不是 就是想 都是啦 剛才所說的 6068 哦 即是比起839 839 其實你心目中已經有些意願 沒有問題 都好啊 你覺得6068 是機會好過839 6068 就是橫行之後 就起浪 我覺得有得走的機會都高 就是839 就一直上升 嗯 所以你心目中太多了 你問我 就是6068 我會憧憬它 還有多些空間 OK 即是下午如果有些少少匯幅 可以進去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就儘管看 不過如果恒生指數 待會轉變成倒升 真的就沒得等 沒有追了 那所以我就 一定都高追 都是那句 破頂高追是很正確的 即是 如果你 你還要中了板塊 即是這兩個板塊 今年真是很強 所以我只可以說 趁破頂高追是對的 不需要害怕的 那昨天就破了六個二號二頂級 昨天最應該追的 今天其實 都再升的話 成交都好配合 我只可以說 就這一個時刻而回答你 升浪是未完的 成交都好配合 那寧願過後 成交又縮埋 又出陰燭 過後才說要短線還是長線 OK 它那個指數價多少 如果跌穿六個二號二 其實就已經都會養衰 因為就突破向上 那所以如果跌穿六個二號二 可能又會看之前 橫行了兩三個月 哦 是嗎 OK 那我想問你 醫藥股我其實只有一隻 就是1093 是 但我的1093也很高 入了22.9 是啊 那現在還加不加 現在還加不加 其實都破了 如果你反省都這麼高 即是很近現價 那不用加了 很久之前的 但都坐了又上回來 有多久 最多是4月初 是啊 但你按錯價買了 OK 哦 那支上影線就是你買出來的 傻間間都是我 不要緊 那你翻載家鄉 現在醫藥股我還行 我需要不需要加多一樣 這隻都OK的 這隻 這個不要加貨 這個這麼近加什麼 我都很少貨 哦 那 如果你反正選開這隻中二的話 企穩22.5元又是可以的 反正就算 我不是喜歡這隻 但我看其他那些都已經追了進去 2186你有沒有 沒有啊 我走了 嗯 值得現在入回嗎 是啊 現在很高的 什麼高啊 哪個高啊 他都是高的 那他都是破名的 啊 那如果 我考慮就是117 117、立雲山和這隻 是咯 之前你9.3的位置 六葉我講的 都站穩了 那又是新一浪 破頂之後 即現加入 其實都可以想的 OK 就是都穩固過 沒有說高的 總 不是穩固過 其實都是差不多 117的話 就算 立下來 慢了 遲些都會升回 都是橫行 都是大聲浪 哦 即是兩者都 隨便一隻都OK 其實十者都隨便一隻OK 你想想我們一天講多少藥 剛剛看到有一隻 1258 就不值得入 不值得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喜歡他 會不會有potential 什麼potential downside downside 即是向下 現在是 那future 會不會有機會 他那些物料也有用 做一扇動車 什麼物料也有用 不然他也不會上市 但情況就是 你看一下他打橫 我只可以說 以一個技術因素來看 他橫行突破得很漂亮 已經是幾天了 很明顯在五月初 成交一到 他就起一個升浪 從兩元升了變三元 但是就 看到這東西 真的除了這個月之外 平時真的完全沒有成交 你看一下那些點點 那些點點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開市和收市 同一個位置 中間完全沒有上 沒有下過任何一格 成交也是沒有的 那我只可以說這些 完全很難登大雅之堂 只可以投機 OK 那就 就收算了 請問你 誤誤了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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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明天再打電話 就這樣說 好嗎 好啊 逐點來 不過最好不要買12500 明白 好 謝謝 就這樣說 明天再打電話 好 再見 好了 這一節 說過了超多 我們3時9時再打電話 再見